三叉神经痛怎么治疗? 别小华,神经外科,主任医师 三叉神经痛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 主要表现为面部阵发性的刀割样,针刺样 丝肉样的这种剧烈的疼痛 那么这种三叉神经痛一旦发生,我们不用担心 在病人发病比较轻的时候,我们可以口服一些药物治疗 比如说卡玛西瓶,奥卡西瓶等等药物 那么如果药物效果不好,我们还可以采取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 比如说卡玛刀,射瓶,以及球囊压迫等治疗方法 但是这些方法都是有损害于三叉神经的一个治疗方法 病人会出现面部的麻木 现在推荐的治疗方法就是如果药物效果不好 我们建议患者采取显微血管减压手术 显微血管减压手术就是将压迫三叉神经的血管分开 这时候三叉神经痛就会消失 是保护了三叉神经,不会导致患者熟后出现面瘫 或者是出现面部的麻木等等这些后遗症状 因此如果药物治疗无效 我们积极地应当采取显微血管减压手术治疗 专家提示 一、三叉神经痛一旦发生 病人发病叫兴时 可以口服药物治疗 二、药物效果较差 建议患者采取显微血管减压手术 既保护三叉神经不受损害 又避免了后遗症 优优独播剧场